一起来读 并不分犹太人 西里尼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 或基督耶稣里都成为医疗 没有任何的分别 有犹太人 有罗马人 有希腊人 有男生 有女生 有自主的 也有女的奴隶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心意 我们来当初保罗的处境上 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position 保罗写毁利比的书信的时候 他人在哪里 他人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头 罗马这个书信要人来带到毁利比的时候 要走多少路 八百里路 可是保罗的心是跟教会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来读毁利比书的时候 我们就读到说保罗为他们祈求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感恩 因为这个毁利比的教会在得到福音之后 他们在福音的宣教的事工上就跟保罗同心 欣望这个福音 所以他保罗爱毁利比的教会 毁利比的教会爱保罗 Circumstantially 我们在这里真正的情况上 毁利比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小的教会 是一个年轻的教会 是一个贫穷的教会 他那个教会里头 有许许多多他的幸福 是从前的奴隶来的 不是一个富有的教会 不是一个大的教会 是一个小的教会 贫穷的教会 可是呢 他们对保罗非常非常的慷慨 多少次呢 他们都在金钱上来补助保罗的缺乏 所以呢 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地图好吗 再给我看看地图好吗 看看这个 所以保罗 这里是毁利比的教会 保罗呢 在来到这个 铁撒罗尼加的时候呢 有两次 他们老远就从毁利比的教会呢 托人 贷钱 送钱 来给保罗 怕他生活上呢 没有钱用 宣教的事工上呢 在旅途上呢 没有钱花 所以这个就有两次 在铁撒罗尼加的时候呢 就叫人带钱 来资助保罗 保罗呢 后来从铁撒罗尼加 来到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呢 他又送钱来了 那这一次呢 那这一次呢 已经是第四次了 这一次呢 保罗在哪里 保罗是在罗马 是在罗马 地图没有说出来 是在意大利的这个罗马 这里是在监牢里头的时候 他又叫一个弟兄叫做尾巴佛提 老远的 又把钱送到金月日来去了 又还有带着一些衣服 带着一些食物 带着一些补药 怕他老人家 为了这个福音的那个奔波 所以呢 可能呢 身心疲惫 所以又把他又送钱来的 然后他们跟这个弟兄尾巴佛提说 你去见到保罗了之后的话 你就不要回来了 对不起 你就待在那里 服侍保罗 帮助保罗 保罗有任何的需要 你都要满足他的需要 你看这个教会的这个爱心 一个小的教会 一个贫穷的教会 一个年轻的教会 这个教会里头有许多 那个以前的奴隶的这个教会 因为爱主的掩护 他能够来爱人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最后一点 我们来看看说 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 这个腓立比书信的 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你在读腓立比书信的时候 你看不到这个字 这个使徒这个名称 为什么 因为保罗在写腓立比的书信的时候 他不需要用他的这个 这个使徒的这个头衔 来吓唬人 来压制 来辱骂人 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腓立比的书信呢 是一个爱的书信 是从一个朋友写给另外一个朋友 这个感恩的信 鼓励的信是一个想要 把他们的这个灵命建造起来的 这个书信 所以你看不到这个使徒的这个名称 这又是另外一个特征 好 弟兄姐妹 我就把这几点交代了一下 我们来进入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是在腓立比书保罗达 腓立比书信徒的这个书信里头 腓立比书第一章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非常的美好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是不是够大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圣经 只有三节 好 我所祷告的 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 称赞归于神 我们再一次 我们再一次 齐声大声来读 让这三节的圣经 是进到你的里面去 我所祷告的 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 称赞归于神 我们就把这个红字的地方 我们把它的keywords 主要的这个字句 把它调出来好吗 同一个我们看到的是 love 爱 然后呢 知识 knowledge 再来 见识 是insight 分别是非 就是能够分辨 design designment 再来 诚实 pure 无过 blameless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就是这是一个持续的 持久的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在这些日子里面 我们能干嘛 我们就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in Christ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说 要靠着耶稣基督 depending on Jesus Christ 好 接下来 是结仁义的果子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然后叫荣耀 称赞说 归于神 to the glory and praise of God 所以在这里 基兄姐妹 我们看到教会的建造 根据保留有七个层次 是从爱 最下面一层 是从爱作为根基 从爱 基督的爱 这里建造起来的 建造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七层 到最后一层的时候呢 是荣耀送上 都归给神 神在宇宙中 在我们的生命中 祂要得到最大的荣耀 所以有七个步骤 所以我们就 今天我们就来看到说 在这三节的圣中 这七个属灵生命成长 这个建造的这个过程 七个 三节的圣经很美妙 三节的圣经里面 有七个层次 首先是爱 然后你有知识 你有见识 你有分辨 然后再上来 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 诚实 无过的生活 再上来 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头 然后在第五层的时候 我们要完完全全连结于耶稣 然后第六层呢 我们是要结仁义的果子 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二十二节 然后最后的一层 是让神得到荣耀和圣赞 所以这个七层 所以今天早晨 我们就很快的 一层一层我们来看 是非常美妙的 头一层的这个 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根基 这个foundation 这个basis呢 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爱上 built upon the love of Christ 约翰的这个书信 约翰的书信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看到基督的爱的这个重要 换句话说 这句话说什么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换句话说 我们反面来看 就是说 你如果真正的认识神的话 你就会有爱神的心 你就会有爱人的心 Amen 你如果认识神 真正的认识神的话 为什么这里给我们原因 因为神就是爱 对不对是这样 我给你几个例子 这个认识神 从神那里来 就是为你所爱 我这是三个礼拜前 我在内部里有一个小房子 我是租给人家 那个房客说 不得了 这个房子里头淹水 水管破 淹水 这个水没有办法止住 我们说 这个糟糕了 这个要马上找人来修理 要不敢的话 因为房客住在里面 房客有付给我们房租 这个房子是已经很古老了 我这个出租的房子在Legu 这个是1952年盖的 很可能 这个房子底下的这个水管 通到外面这个水管 是已经破裂了 到这个年代 很可能就是 你要把整个水管 都整个挖起来 再装新的 我太太就开始 到处打电话 找这些比较好的 比较有名望的 靠得住的公司 来给我们做估价 结果这个估价回来的时候 最便宜的是7000块钱 7000块钱又要好几天才能修 这个水又止不住 那这怎么办呢 7000块钱 而且7000块钱 这一家呢 这个也没有 也不晓得它到底有没有license 然后再过来呢 过来的估价呢 是12500块钱 我说 哇 这个 我们怎么负责起啊 我太太说 这个还不是更贵的 更贵的是2万多块钱 哎呀 我就一筹莫展 哎呀 我就是 我记得传传传 说主要 这个怎么办啊 结果那一天晚上 星期天的晚上 神把话语摆在我的心里 神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Angie呢 为什么你叫Angie 那我说 是哦 我怎么都忘记 Angie都忘记了 大家记得Angie吗 她是在这里有一两年的时间 帮我们做翻译的母堂来的这个姊妹 Angie 大家都还认识吗 有些人还认识Angie 我在想到 是我Angie有一次 她曾经跟我讲 她说牧师啊 如果我做这个 Property Manager很多年了 所以牧师啊 你如果这个 你的房子啊 有什么问题的话 有特麦 有罗等 有老鼠 有蟑螂 你的这个AC有问题啊 你要人家来跟你油漆 你要水管 有什么堵塞 我都有 我的下面都有一批人 他们这些人呢 很能干 他给你切捷的价钱呢 很公道 而且他们给你工作做得非常好 哎呀 我说我为什么忘记 我为什么不找不 搞得团团转 整个星期 我为什么没有那个 我几乎要踢自己的屁股 结果后来我就跟太太讲说 哎呀 我应该打电话给Angie 我太太说Go ahead Angie给我说什么呢 她说牧师 This is serious This is so serious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你这种事情没有马上处理的话呢 房客他付你租金 房客可以付你的租金 从经以后还可以告你 你还要赔偿他的损失 我说是这样子啊 她说这样好了 我明天我就找我最好的这个plumber 我这个修理的工人 我明天马上来处理这个事情 明天一天之内就马上把它解决掉 这个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 第二天早上大清早 Angie我打电话来了 牧师三件事情 头一件十点钟我们去那里见面 我会把那个工人带来 第二件事情我也会去在那里 第三件你不需要过来的 年纪这么大了 而且天气这么热98度 我说我做这个牧师的 我也不能太懒惰吗 对我自己的房子我还不去 让他自己去那时候我也去了 所以去了之后我就看到这个Angie 她就拿这个camera拍照 每一个房间每一个什么什么都拍照 她说我这个是要拍照 所以我们修理之前修理之后 就是看到你看看 我们都没有给你乱来 没有给你偷东西 没有什么什么东西的 所以你看这个人是直直细细的 而且他来就是开开心心的 精力充沛 跑来跑去的什么什么 哎呀这个什么都那个 你知道吗 他这一天啊 从早上十点钟到下午两点半 就是一直在那里督工 造这个工程做完了之后 哇 等到这个plumber回家了 他还不走 还去处理 还把那个水打开 看看有没有真的 他这个下面的这个管子 是不是真的是 已经没有水出来了 他去帮我们洗厕所 洗地板 还有擦厨房的地 然后我们的房客 吃完饭了 他跟孩子吃完饭 什么东西 碗叠叠的一大堆 一叉一叉 把人家洗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说他说 牧师啊 我有带那个 喷热的那个什么 Sanity的这个东西 这个喷得香香喷喷的 你的房客回来的时候呢 他气都消了 我说Angie Calm down Can you sit down Let me talk to you for a moment 我说 Why are you doing this Angie的英文比中文还好 所以有时候跟他讲话 就跟他讲英文了 So calm down Sit down Let me talk to you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me Why are you doing what you do 他给我讲一句话 让我非常的感动 他因为我爱神 所以我爱神的百姓 我坐在神的百姓身上 我坐在弟兄姐妹身上 我坐在神的仆人的身上 我就坐在神的身上 他要说 我非常感动 我眼泪都要留下来的 你知道吗 我也不付他钱 他也不要我的钱 他也不可能说我的钱了 可是他就高高兴近了 高高兴近回来 高高兴近回来 我说 我说对不起啊 那个拖你一天的时间 他说我今天又不要工作 今天我说 对 我说可是你还有战父 你还有四个孩子 他说 我就叫他们自己打发 好了 反正他们都是男生 男生可以自己打发自己 他就是这么样子 你知道吗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教会的建造 因为我们都是信主 我们都是认识主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神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的建造 要从爱 耶稣基督的爱 最后一个底神建造起来 保罗这样说是有没有道理 所以你们的 所以保罗说 你们的爱心 要在知识和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够分辨 是非 所以第二层的建造是什么呢 这个爱呢 是一个有知识的爱 是一个有见识的爱 是一个有分辨的爱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跟你说说 因为呢 如果你这个爱呢 是光是爱 没有知识呢 就是无知的爱 对不对 同意不同意 你有爱 可是你没有知识 是无知的爱 哎呀这个 你们基督徒不是说爱吗 那这个重新练的这种事情 人家在往自己的房间里头 人家关起门来 干你什么事啊 这个爱是什么 这个爱是无知的爱 对不对 爱没有见识 是一种乱爱 是一种乱爱 苦乱的爱 爱没有分辨的爱 是一种盲目的爱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第二层的建造 我们的爱呢 是要有知识的爱 是有知识的爱 我们是爱神 我们是爱神 所爱恨神 所恨 所以这是有知识 我们是要有见识的爱 知道呢 我们什么东西可以做 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然后是要有分辨的 这个爱 什么东西 哪一种事是应该做的 应该首先做的 什么是priority 什么是我们后来要做的 是有这个顺序的 是有次序的 是有持久的 不能是有头无尾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爱第二层的建造 是有知识 有见识 有分辨的 我再跟你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黑人的 这个女的老师 她是在 Cincinnati Ohio的 一个public school的老师 我这里好像有一个照片 这个 这个人呢 是一个未分的 30岁的黑人的 这个public school 在Cincinnati Ohio的一个老师 她一天到晚带着 三个白人的孩子 所以人家说 你跟这个白人的家庭特别好 你一天到晚在跟他们 做babysitter 她说 这些不是 我不是一个babysitter 这些是三个孩子 他们是我的孩子 他们是我的孩子 他们是我所领养的 是我的孩子 结果呢 在这几年 她被人家骂死了 被人家批评 被人家诋毁 她说 你这个人就是要出风头 你要想自己 You're trying to make a name for yourself Or you're trying to get the government subsidy 你要想 就是跟那个政府申请钱 然后有人说 这些黑人 有多少黑人的 也没有家 没有父母的孩子 爸爸走了 妈妈吸毒被关起来了 有这么可怜的黑人的孩子 你帮忙去收养白人的孩子 可是 弟兄姐妹 我跟你讲这个例子是说 因为这个黑人的30岁的老师 他几年前做这种事情 他有知识 为什么他有知识呢 因为大家都在讲空话 都说 这些孩子很可怜 我们需要帮忙 还是要什么东西的 可是 你光是讲 你什么也不做 对不对 然后in the meantime 这些孩子就被抛来抛去 从一个forster的领养的家 又搞不好 又是跑到另外一个家 又是跑到另外一个家 然后转来转去 最后又跑到这个家 无依无靠的 必须要 他说 没有 他就住在我们家家 在我们家附近 那只好我来领养他们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爱是有知识的 他这个爱也有分辨的 这些人没有帮助这些孩子的话 这些人就在成长的过程中 就是说他们可以survive 没有灭亡 没有死掉 没有什么的话 他们将来还是身心都不健全的 一定会有精神上 什么各种的病痛的 所以他这个是有见识的 还有呢 他的爱是也有分辨的 要领养这三个孩子的时候 你要花多少的时间 精力 精神 你的注意力 你的劳心劳力 你的什么东西 有时候有头痛 有时候有什么时候 多少的那个 你愿意不愿意负起这个责任 这些孩子呢 在这个foster care的home里头的时候呢 就是有种种这些问题嘛 好了 我领养的父母打电话给agency 说我没有办法了 这个问题太多了 我又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一人送来送去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commitment来的 所以你要分辨 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的事情来的 今天几年过后 你有没有看到 你仔细看到这个照片 这三个孩子一直在长大 长得多好 他们长得多快乐 他们的这个 我跟你讲 他们这个黑人的老师 在来领养这三个白人的孩子的时候呢 他没有在看他们的肤色 说你是白人是白种人 你是黑种人 你是中色的 或黄色的 你是什么色的 没有在分别这些东西 这三个孩子也没有来看到 说他们的母亲的肤色是黑的 他们是白的 没有 他们只知道 他在这个母亲 这个黑人母亲的家里 有爱 受到保护 受到喂养 他们有安全 他们在成长 你看看这个照片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第一个城市 我们是建造师 建造在这个爱 你的爱必须要有知识 必须要有见识 必须要有分辨嘛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乱爱 我们是爱神所爱 我们是恶神所恶 神要我们做的 我们来做 神要我们首先做的 我们首先来做 而且这中间呢 我们有分辨 因为这是长久 是持续的 是commitment的 是牺牲的 是没有条件的 神的爱就是这样子嘛 持续的 长远的 没有代价的 是牺牲的这个爱 是不是这样子 神的爱有没有 这个人的种类的 肤色什么什么东西 没有 神的爱是超乎一切的 好 感谢主 我们再看第三层的建造 生命必须要达到 一个成熟的地步 所以第三层的建造 是说 诚实 无过 pure blameless 我们对神 我们要pure 我们对着人呢 我们是要blameless 是无过 对神 对人 始终 是一样的 所以呢 圣体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神是一个圣典的神 雅各苏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神住在一个光中 我们没有办法靠近 为什么呢 非常圣洁 我们人会有圣洁 我们又没有办法见神 所以神对亚伯拉罕 护照亚伯拉罕的时候 在《壮世纪》17章第一节 他说 跟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 你在我面前 当做一个完全人 be blameless 完全 就是做一个无过的人 主耶稣在马太后 第五章48节那里讲说 所以你们要完全 be perfect 就像我天父完全一样 so be blameless and be perfect 是 one and the same thing 是同样的 我要再跟你回来 说这个 Angie带给我的 这个Fernando 这个plumber 他做这个plumber 已经做三十年了 很有经验 很有技巧 他也很苦干 还有呢 如果他有一个缺点的话 这个plumber呢 就是说他太诚实了 真的是 我看到他的诚实 有时候 我都要笑出来了 你知道吗 他 这个Fernando 这个plumber 他一进到这个 来的时候呢 就进去厕所 把厕所 所有的水 都打开了 所以他这个 这个bus top 这个浴缸 然后全部都是水 这个 这个sing都是水 然后他的一直在 马桶一直在冲水 啊 就是冲水 什么的 他想说你在干什么 结果呢 Angie 站在那个 这个厕所 这个浴室 这个bustroom的 外面的 这个厨房 厨房跟厕所 就是隔一道墙 所以厨房跟浴室的 那个水管是通的 那他在放水的时候呢 这个Angie 站在外面 就是说 啊 不得了 不得了 惨了 这个水呢 那个水呢 都从那个厨房的地板 都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这个plumber很聪明 他就知道30年的经验 他就说 我在放水 可是这个浴室里头 没有淹水 可是淹水呢 是淹在这个kitchen里面的 那既然这个水管呢 这个厨房的水管跟kitchen 是连起来的 那这边没有淹水 那一边的淹水 那一定是厨房的那个水管破了 然后水管底下呢 一直在通通到外面去嘛 那当然是房子里头的水管呢 找哪里破先fix 然后在fix外面的这个水管 人家说要几万块钱 几万块钱的那个 结果他就说 一定是厨房里头的这个 这个sink底下的水管破了 底下的水管破了 所以他就拿工具 然后要不要补起来啊 怎么样怎么样子的 还要去买材料啊 什么发六个六个钟头 我说你恰久了多少钱呢 四百块钱 完事了 那外面呢 外面这个水管里头呢 外面水管怎么样呢 水管如果还要挖出来 要装新的水管 那多少钱呢 两千块钱 我很高兴啊 两千块钱比起一万两千五百块钱 比起两万块钱差太多了嘛 对不对 那Angie说 这样四百块钱加两千块钱 他是一个pastor 他是一个牧师来的 你看他很有钱啊 就两千块钱全部就算了嘛 四千块钱加一千六百块钱啊 就是这样 那我说好了 他说好 我也说好 结果那时候外面地下的那个水管 那怎么办呢 我太太就给他看 他人家来估价的时候呢 他要从屋顶上 用一个什么通下去呢 然后镜子下去照 对不对 那几家都这样去照的时候呢 他几家那个估价 他们有那个video给我 我太太就把那个video输给他嘛 这个Fernando这个plumber呢 他去看这个video 他说你这个 这个 这个 房子底下这个管道 通到外面这个管道 没有问题吗 因为他们在跟你拍照片的 拍照片的时候 管子通进去的时候呢 几家的管子什么 无形中一直在跟你通 都把你通了嘛 都没有阻塞了嘛 那我说这个怎么办呢 那我就不要再做这个 这个外面这个工啊 你也不要再花这些钱啊 Just give me $400 那我说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你可以不讲嘛 对不对 你可以不讲就是说 哦 反正我继续来再 我再来跟你通这个东西 你就赚两千块钱嘛 他说你这个没有事情啦 你也不需要再通了 你不要再给我这个additional 一千两千六百块钱了 就给我这四百块钱了 我说啊 这个事情实在有一点 那个啊 我说 我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 他说 Yeah Pastor 我说我是一个Pastor 他说 Are you a Christian? 他说 Yeah Pastor I'm a Christian 可是我说 你是 这个Catholic Christian 还是Christian Christian 因为他墨西哥人呢 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嘛 所以说 我说你是天主教的基督徒 还是基督教的基督徒啊 我说你是Catholic Christian 或是Christian Christian 我说 No I'm a Christian Christian So I go to church 我不记得他是讲Apple Valley 还是讲那个Victorville 我忘记哪一个了 不过我说 我是Christian Christian 是这样子的 哎呀 我说感谢主 是真正的基督徒来的 对不对 所以他 因为他是真正的基督徒 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 他是过着一个什么呢 诚实不过的生活 所以第三层的建造呢 是to be pure and blameless before God 因为这是神的要求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所以他要求我们过着一个诚实无过的生活 Amen 所以这是第三层的建造 所以呢 我 我跟Angie讲啊 我哪一天讲到的时候 我要讲Angie 她说 我牧师千万不要 我这个东西如果 这个东西我是主 这个不能跟奏取神的荣耀 我这个是为神做的 什么那个呢 我说不管我一定要讲 所以我今天就讲了 不只是Angie 还有这个Fernando她带来的这个 你看 她一个基督徒 她手下手 重要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奇妙 她可以赚2000块钱 结果她才赚400块钱 可是这个时候 她觉得这个是不属于我 不属于我的钱 是我不该赚的钱 不该放在我口袋里的钱 我不要 哎呀 这个是不是让我太感动了 所以这是神的要求 我们看第四层的建造 就是说 我们建造的这个范围在哪里 是在耶稣基督里头 有一个苏格兰的牧师 他的叫做Guy H. King 他这个牧师已经过世了 他一个苏格兰 一个非常受人敬重的老牧师 他这个人很好玩 这个叫做Guy H. King的苏格兰老牧师 他那一天过世的那一天 七十几天还是八十几天 他过世的那一天 他早上还在讲道 还在教会里面讲道 他就晚上睡一觉 他就走了 哎呀好潇洒 我说主啊 这种着法实在是太美妙了 一点痛苦一点都没有 他张开眼睛的时候 他就看到主耶稣 站在他旁边 好 这都没好 这个牧师啊 他说 我们in Christ 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头 这个是能够保护我们 这个是能够保护我们 免受这个 免跟这个世界呢 这个弯曲变怒 这个罪恶的世界同流合污 就是保持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pure and blameless 纯洁无过的生活 这是他说的头一个 他说 腓立比呢 虽然在道德上 不是像罗马城 不像格林多那么的糟糕 可是呢 也相当糟糕 拜偶像 淫乱 这些不道德的事情 可是呢 保罗在写 匪立比的书信的时候呢 他说 你们在这个基督徒呢 是在匪立比 可是你们也在耶稣基督里头 所以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头 所以可以不受这些世界的 这个肮脏污胃所感染 就是这样子 他说还有第二点 在耶稣基督里头 你才可以有力量 过着一个圣洁 淘行神喜悦的生活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有一种动物呢 叫做water spider 叫做水蜘蛛 这种蜘蛛呢 特别是活在水底下的 特别是越肮脏越污秽的 这个水底下呢 那水底下有一些 就是很脏的这些 这些昆虫 所以他们就可以在水底下 吃这些昆虫 可是呢这些蜘蛛呢 它不是 它是活在水中 怎么能够活在水中呢 啊 这种水的这个water spider呢 它在水底下的时候 可以用自己 自己可以制造一个bubble 一个泡 泡的那个bubble 就是在这个照片上面写 那个 他呢 休息的时候呢 他就躲在这个bubble里头 他需要吃食物的时候 他跑出来 吃吃吃吃吃 然后又进去 然后嘴巴吐出一些什么东西 液体来又把这个东西关上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牧师呢 他说这个呢 就是in Christ 是在耶稣基督里 所以我许我觉得我以前不明白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五节 他说你们的得救呢 是在以归回安息 得救只是神恢复计划里头的开始 神恢复计划的其中目的 是要让我们能够永远安息在主耶稣 在耶稣里面 所以你们的得力是在以平静安稳 你在主耶稣里面 in Christ的时候 你才有平静安稳 你在这里平静 在那里休息什么那个的时候呢 你好好的 比方说我们平常好好睡觉的时候呢 你早上起来才有 你还有体力嘛 你才可以力量十足嘛 可以再继续第二天的这个 重新的这个路程嘛 所以就是像这些 Water Spider 它躲在它的Water Bubble里头 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在地上 可是不属于这个地上的 他们是在 也住在耶稣基督里头 他说保罗说 You are in Philippi But you are in Christ 今天我们住在地上 我们不属于这个地上 我们是在天上 所以我们在地上 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 我们才可以存活 我们才可以得到力量 所以他这个比喻 是不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有一节的圣经是在 诗篇27篇第5节 大卫说 因为我遭遇犯难 神就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的亭子里头 把我藏在他的帐幕里头的隐秘处 还将我高举在一个盘石上 弟兄姐妹 神把我们安藏在他的亭子里头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 在他的帐幕里头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 在他的隐秘处 就在耶稣基督里头 在那个盘石上 那个盘石就是耶稣 我们就定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个是非常地明亮 我们在看第五个程序 属灵生命的动力 是因为我们连结于主耶稣基督 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 支起我们所需要的养分 所以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 十五章第五节那里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狮子 所以狮子要连在葡萄树上 就像什么呢 你说这个婴孩在妈妈的肚子里头 他怎么能够生存呢 是啦 我们说神的创造是那么的奇妙 所以不管是冬天夏天 春天秋天的话 孩子在九个月的里头 在妈妈的肚子里头 神的温度的调节是非常好的 不太热也不太冷 他里面在妈妈的肚子里头 温度是恰到好处的 妈妈的这个身体里面 有那些液体那些fluid 你胎儿就浮在妈妈的肚子里头 这个fluid里头 不会冬撞吸那个碰了 不要这里一个包包 那里一个包包的 可是最重要最重要最主要的就是说 这个妈妈跟婴孩之间是 这个有一条脊带这样连起来的 所以妈妈吃什么 她的所有的养魂就跑到baby的身上去了 所以当我们跟连绝影 我们的猪子跟耶稣这个葡萄树 连在一起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那个能量 祂的恩高 祂的什么就流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才能够存活吗 我们灵命才可以成长 这是第五个层次 所以我们是完完全全地 connected to Christ 因为耶稣说 因为离开了我们 你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做 你连活都活不了的 对不对 我们看看第六个层次 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总结 就是要结满仁义的果子 仁义的果子 我们身上没有 所有活在地上活过的人 只有一个仁义 我们的耶稣基督 祂有才有那种仁义的果子 仁义的果子是什么 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 仁义的果子是什么 加拉太五章二十二节 谁懂的 谁会背出来 我可以叫一个 我待会要叫一个姊妹去来跟我背 她是背着滚瓜烂熟的 有谁能够贝出来 这个 余姐妹你站起来帮我背一下好吗 圣灵所结的果子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一百分 我没有什么奖品 我没有什么奖品 可是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奖品 我们只有上次留下来的 那个可乐不晓还有没有 不过我们还有那个洗的那个 待会做一个给你 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样世上没有律法来禁止我们 Amen 这里我们就看到说 我们需要圣灵的介入 圣灵 会在要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结出这些的果子 如果我们让圣灵 我们让圣灵来 保持在我们的生活 圣灵就会把这些 耶稣基督所有的品格 来加给我们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最后呢 这建造从基督的爱是根基建造开始 第七最高的一个城市是什么呢 这个集中的目的 属灵生命成长的建造 它的集中的目的呢 是要叫神得到他所当得的荣耀和称赞 对不对 我还有一节圣经给大家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31节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保罗说 都要为着荣耀神来做 不管你做什么 你的生活起居 你出去进来什么 你所要做的所有一切的事情 都是要为着荣耀神来做 这是保罗说的 神是不是值得 有些人说 哎呀 你们这个神怎么搞的 就一天到晚要敬拜赞美 要感恩啊 要什么的 神是又怎么 为什么这么多的名堂要求这么多 弟兄姐妹我问你 我们的神是不是值得 我们所有的荣耀跟颂赞呢 因为神爱 爱到一个地步 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 来把他挂在十指甲上 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儿子的身上 把他儿子的讨神奇悦的那个义 来加给我们 你说神值不值得 我们所有的荣耀和颂赞 当然值得 耶和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 赐给他们 神给我们的 只是给我们他的最好的 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的儿子是无价之宝 所以 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说 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 把他 使他 叫他为众我们众人舍了 神不爱惜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舍了 岂不连同他 跟万物一同白白的 赐给我们吗 将来他所创造的一切 都是要加给我们的 神说你还要什么吗 你这里所看到的 你不知道你还要什么吗 我可以从无中便有给你 你说他值不值得 我们所有的荣耀跟圣赞 所以我们建造的 最后的一个层次是 让神得到他所当得的荣耀 与颂赞 所以诗篇103篇第一节 我非常喜欢这一点的圣经 诗篇103篇第一节说什么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还在我里面的 他的名 我所有的一切 我的五官 我的心脏 我的肺腹 我的什么 还我所有的 我要花出声音 来称颂神 来赞美神 把所有的中药都来归给他 好 我的时间到了 已经是12点 01分了 我的时间到了 我们好不好 我们再 把这三节的圣经 把它再放出来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 再读一次 好吧 我们把这个七个 保罗说跟我们讲的 这个七 我们所归纳出来的七个步骤 我们再来回复一下 这样子 我们就结束了 不好 那一节圣经 《福利比书》第一章第九节 到第十一节 可以再包里面放出来 要不然的话 那就我来读了 我跟大家再读一遍 好了 保罗说 我所祷告的 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上 各样的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并叫荣耀和称赞归于神 Amen 然后呢 我们这七个步骤 我跟大家念一遍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头一个 属灵生命成长 它的根基呢 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爱上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呢 就是属灵生命的这个历程 就是爱 这是一个知识的爱 有见识的爱 有一个分辨的爱 然后呢 第三个层次呢 就是属灵生命的这个 必须要成熟 长大 必须要到成熟的地步 是让我们要在神 在人面前 正过得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要不然我们要怎么样做 这世上的光 世上的淫 有谁会来听我们啊 要说说 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 抽大麻 抽大烟 然后 赌钱 然后又 吃喝嫖赌 什么东西都来的 你在讲什么啊 跟我传什么 什么耶稣啊 我们看第四个层处 死灵生命成长的这个患逃 是在耶稣基督里头 从耶稣基督身上呢 我们还要知其养分 得到力量 还有死灵生命的这个 就是要连结于我们的主耶稣 然后呢 第六个层次呢 是我们要结那个仁义的果子 是要有结果 最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 集中的这个目的呢 是要叫我们的神在管事上 都得到 都居所谓 得到 称赞 得到 颂赞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主耶稣 主啊 你说我们的灵命的这个建造 我们灵命需要成长 可是我们的建造呢 是要从爱 基督的爱建造起 经过不同的城市 最后呢 我们是要 是 能够把荣耀送赞都归给 在天上的这位阿爸天父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建造 不是是表面的 乃是生日的 不是短暂的 乃是持久的 不是看得见的 乃是看不见的 不是在这里 外面的这个建造 乃是里面的建造 哦 主啊 神主带来帮助我们 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还有我们有你的话语 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陪伴 我们一起行走 一起征战 让我们在这里建立起来的是 合你心意的教会 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 哦 主啊 我们也看到这世界是 越来越黑暗 越来越糟糕 完全被拗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在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快快的回来之前 这个教会必须要 要变整装 要被建造起来 成为荣耀的 主耶稣基督的心腹 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有一天 我们都要一起来参加 这个分宴 主啊 因为我们就是你的心腹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 就是奉号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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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